哈喽大家好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给你介绍 我是如何制作字幕的 一般我们做字幕的方式也无非就这几种 要么你就写好稿子 在你的剪辑软件或者字幕制作的软件里面导入 然后调整好它所在的一个时间线就可以了 当然这样的话时间会非常的长 因为有些视频10到20分钟的话 它会说非常非常多的话 而文字的数量呢也会非常的庞大 如果你在没有文案的情况下呢 做这个字幕会非常的吃力 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 所以呢我之前也看到有一个人出了一个视频 那么他使用逊飞语音的这种识别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去生成字幕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那个技术它是收费的 对于我们这种刚起步做视频的YouTuber或者是up主而言呢 可能也不太愿意马上就去支付一笔费用去做这个字幕 因为呢效果到底好不好其实也不知道 我后来就发现了一个平台叫网易见外 目前他们的产品在市面上并不是特别的热 但是网易在人工智能和AI这个领域呢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的 除了他的键外呢还有一些像验证码呀防止耗羊毛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目前还不是特别火的应用 那么键外呢也是我其中发现的一个 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和今天使用也是不太相同的 今天的使用体验会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呢我们可以记住他的网址是geny.netis.com 这是他的网址 然后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网易的账号 那我这里面呢已经有了一个网易账号 我就用我的账号来登录一下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可以点击注册自行注册一个邮箱就可以了 登录进去之后呢我们会跳转在这个界面里面 这是我之前做过的几个字幕 那这个软件使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 这里面是一个晒选对吧 我们就点在全部上面 当然这个网站呢也是有一点小bug的 你看他当前的这个显示已经有一点问题了 不过这个不影响我们去制作字幕 那你可以点击新建项目 然后呢他会弹出这样的一个框 在这个框里面呢有八个选项供我们选择 一般呢我会用这么两个 第一个是视频翻译 第二个呢是语音翻译 就是左边这一列的这两个我是最常用的 这个视频翻译 他可以将我导出的MP4这个文件呢 帮我自动的去生成文本的字幕 而语音翻译呢 他就是将我们的音频文件上传之后呢 可以生成一个中英双语的文档 这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的视频面向国外的用户呢 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去自动生成英文的字幕 当然再往右边呢 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其他转写的知识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他们 这个视频中他们不是重点 我们来试一下视频翻译 在这里我们可以上传一个MP4的视频文件 那视频的大小在两个GB以内 并且呢最好是一个没有背景音乐的视频 否则的话呢会影响翻译效果 那我来添加一个视频 我呢就用这个视频来做一个尝试 选择好视频之后呢 我们选择一下翻译的语言是中意英 因为我在里面说的是中文 我需要将它中意英 当我这样选择的话呢 它会同时帮我生成中文和英文的字幕 然后呢我点击提交 因为项目名称它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稍等一下 我上传了一个大概80多兆的视频 然后呢我等待了两分钟左右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界面 告诉我在处理中预计还需要16分钟 因为它呢会首先解析我的视频 将我的视频和音频做一个分离 我们生成字幕其实靠的是音频 它将音频提取出来之后呢 再帮我做一个识别识别和转写的操作 那现在呢已经OK了 实际上我并没有等16分钟 也就两分钟的样子吧 它只是预计嘛 我们点到这个里面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在右边会帮助我们去生成中文和英文的字幕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击下载字幕 下载为一个字幕的文件 这里面呢可以选中文或者英文 或者是中英都有 假设我们在YouTube平台的话 那我可以先选一个中文 点击确定 然后呢我将它的这个SRT文件 也就是字幕文件可以存储起来 那么有人就会说了 这个字幕不对 我该怎么办呢 他们呢实际上是支持我们去修改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在上一个视频中 这个在呢就错了 对吧 它会出现识别错误的现象 不可能完全的标准 因为每一个人表达普通话的这个方式和水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出错是难免的 我们只需要纠正一下就可以了 我将这个在呢修改为在 那么这个就修改成功了 同时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些主题 让这个博客变得美观一些 让这个博客变得美观一些 他们其实是一句话 但是呢它现在变成了两句话 所以呢我需要让他们合并起来 我们就可以在这两段字幕之间的点这个按钮 看到了吗 当我的鼠标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可以单击合并字幕 合并 诶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变成一句话了 我怎么知道这个字幕是不是正确的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播放的按钮 那它会跳转在这个地方刚好去播放 是不是非常棒呢 而且呢它会自动的保存我们所做的这些修改 当然呢你也可以手动的在这边点击保存 以后呢都可以进来去下载或者是更改 当完成整个字幕的一个编辑之后呢 我们点击下载字幕确定 就可以下载到我们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字幕 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式去操作的话呢 速度会非常的快 将下载到的SRT文件呢 你可以直接上传到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平台里面 当然前提是它支持 如果不支持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你的剪辑软件 将它导入 然后合成为一个新的视频 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应用的话呢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同时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频道 为视频点个赞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